香港街頭,兩位警察,正在追擊毒販,其中一人看到張華,起了貪心 將錢放棄後備箱後,為了殺人裂口,一場幹掉毒販,貪任同事爭置眼閉置眼 兩人將錢分了,假裝此事從未發生,不想利益警員性格正直,拒絕了提議 兩人既是同事關係,也是敗把子兄弟,卻仍因此事起了爭置 意外害死同事的警員,叫做賢格,事實他將贈款上交,卻仍因這件事,遭到警方上層調查,暫時停止 為了安府去世好友的家人,他花光了積蓄,家中契額的開支需要用錢 他向警局申報救濟金,卻也沒人批准,遭遇經濟危機,和烏煞兄弟的雙重打擊 讓賢格一蹶不振,他開始懷疑,好人有好報的道理,開始長期觸摸夜店,借酒消愁 只是夜店另一客人,一直在暗中觀察賢格,他叫小兒,是一大樓保安,低心無趣的工作 讓他看不到人生的希望,為了出人頭地,他將命運賭在牌桌上,結果因此倾家蕩產,並欠下了巨額賭債 每天倒霉的時候,都會遭到債主報告,一次工作中,滿臉傷痕的小何,被大樓住戶看到,他是當地賭場大佬豪哥 或者見小何落魄,因之前常在賭桌見面,他想要提現這位私益賭徒一把 但屢次被莊家所害的小何,對這類莊家,甚惡痛絕,他婉言拒絕了豪哥 在對方辦公室中,看到豪哥將大批現金裝機保險箱,這畫面,讓小何有了大膽的想法 畢竟這大把的鈔票,有一部分就是從他這種人手裡來的 回到家中,他將辦公室位置畫上圖子,準備謀劃一場行動 晚上,看到賢哥依舊借酒消愁,小何上前請了對方一件啤酒,並留下聯繫方式 白天,他來到一間餐廳,昔日捕獲宅大天鵝,正和旅遊吵架,女人懷孕想要生下小孩,卻被大天鵝以眉錢為由拒絕 幾年前,紅星社團營掃黑行動被迫解散,失去受益的大天鵝,只能在餐廳當服務員維持生計 這次旅遊懷孕,他向老大陳皓攔截錢,卻被對方拒絕,果然出來混的,沒一個講義氣 這讓大天鵝和賢哥一樣,陷入了經濟危機 小何找上大天鵝,將信中計劃告知,大天鵝之前身為紅星大省,自然不會拒絕搞錢的機會 小何問他還有沒有缺錢,且靠得住的人選,大天鵝細想一番,找來同門師兄大飛 兩人借因社團解散,變得窮困潦倒,大分聽聞能賺錢,想也沒想便答應加入 最後,小何撥通賢哥電話,將計劃告知,因為只有這位落魄警察,才有取道搞到槍支 聽聞搶劫的對象,是獨場大佬,變相的來說,這也算是打擊罪犯 賢哥也答應加入團隊,世人齊聚物類,小何拿出圖紙,談好具體事宜 眾人持槍來到豪哥辦公室,小何用保安身份,按下門鈴 等豪哥小弟開門的時候,其餘三人持槍殺入,混進江湖多年的豪哥 甚至漢肥子求財,為了保命,他將現金拱售相送,世人拿到前後揚昌而去 但他們不知道的是,這筆錢,根本不屬於豪哥,而是來自江湖大佬,老娘 或者是當地景春的黑幫龍頭,世人神龍見守不見尾,十幾年前,便是當地最大的通緝犯 最近老娘交易,得到大批账款,將錢暫時放在了小弟豪哥這邊 沒想到如今,卻出了這事,老娘讓妻子小林,出面調查此事 女人在現場尋覓一番,撿起一張餐禁紙,上面寫著大天鵝工作的地方 原來當王搶錢之時,不檢點的大飛,用大天鵝給他的紙巾擦鼻子,利水手將其丟下 這張紙,成了關鍵,小林來到紙巾上的餐廳找尋線索,一座就是一天 被議員會空手而歸,結果餐廳老闆的一句話,引起了他的注意 小林向老闆打聽,那位辭職員工的弟子,隨機帶人來到紙巾的居民房 這位員工,自然是大天鵝,他搶到了錢,第一時間便是辭去工作 然後與女友分享喜悅,正在他們慶祝之時,小林帶人闖入挾持了兩人 他做事一向心狠手辣,未必大天鵝,勾出其他同伙,小林讓豪哥等人,輪流和大天鵝旅遊打撲克 大天鵝見懷孕女友即將被主,只好出賣大飛幾人 小林得到答案性滿意足,他讓豪哥等人繼續做事 大天鵝的女友,一疼痛導致流產昏迷,小林健壯,直起一旁睡眠 用她當消音器,結果了女人性命,大天鵝見壯被分交加 但小林根本不給她機會,反射又是一槍,就這樣,這位紅心打撞,再次以嘗試的結局收場 可是大飛,還不知豪友已經去世,他用搶了的錢買了輛汽車,回到家裡,準備告訴妻子這個好消息 不想屋內妻子,劈頭散發呆在角落一動不動 大飛只當對方在開玩笑,殊不知,他剛才看到的是妻子的亡魂 因為女人早被小林殺害,後者躲在暗處,趁大飛不注意,說對方去了極樂世界 這下子,只剩最後兩位漢飛,得知賢哥是名警察,這次老娘決定親自動手 他深夜遲強,闖入賢哥家中,挾持了對方妻女 賢哥買了家人最喜歡的夜宵,下了車,他看到屋內燈還亮著 換作以前,妻子和女兒早已入睡,礙於警察的直覺,他感到不對勁 隨機中窗戶,悄然潛入房內 母女倆一同進入廁所,在賢哥幫助下,其人順利逃到樓下 老娘沒又聽到廁所動靜,大開門一看,才知道被騙 他直下來到樓下,看到三人準備開車跑路,老娘特動扳機,但人被賢哥開車跑掉 吃幾分鐘後,賢哥將車開到街邊停下,他下了車,如同試了魂一般 原來剛才的槍擊,讓妻女丟掉了性命,沒了家人,賢哥對一切感到絕望 他打電話約出小和,質問對方為何會遭到黑幫追殺 小和也不知道具體原因,得知大天額爾大廢死後,他更是嚇到崩潰 賢哥細想一番,打算用自己分的那筆錢,引出老娘為家人報仇 他為小和要不要義氣,後者猶豫了一下,抱著屬於自己的那份錢,跟著賢哥上了車 在車上,賢哥放出消息通知老娘,兩人來到大樓附近靜靜忍候 見小和如此講義氣,一直跟隨自己,賢哥不忍對方送死 他送給小和一把槍防身 去這間卡羅OK,找一個叫阿弟的人 就說小高叫你來的,他會安排你去愛國 小和下了車,沒有走遠,而是躲在一旁,這時天空突降大雨 老娘和小林終於現身,賢哥持槍殺出,雙方開始火突 突然一起落井,紋身感到,他認出老娘和小林,是當地的通緝犯 隨機在後偷襲,一槍擊殺了小林,妻子的死,讓老娘怒火中燒 他掉轉目標,追擊巡警而去,賢哥腿中一槍,正想繼續追殺老娘 卻被躲在一旁的小和偷襲,原來這個小子,只一跟著賢哥上車 是看中了對方的錢,見賢哥倒地後,他向對方的錢,裝進自己口袋後揚倉而去 老娘幹掉巡警回到現場,看著奄奄一息的賢哥,他為對方錢在哪裡 賢哥稱被小和搶走,為報復這位兩面刀的小人,他向對方即將去的地點告知 此時小和來到賢哥說的地點,他擺好了偷渡船票 老闆告訴他,船10點準時出發,小和健孩有兩小時,便來到包間歇息 可能是做了虧心事,他遲遲不能入睡,總是覺得有人要偷知他的錢 沒辦法,小和只好來到樓下影院,靠看電影打發時間 這時老娘根據賢哥的話,也來到此地,在老闆客中 他得知小和的位置,隨機持槍走入影院,看到目標,他坐在小和身邊位置 用槍挾持對方,小和不敢輕舉妄動,等到電影播完 重人離場之際,老娘決定動手 老娘太過輕敵,被小和暗帥,而小和也因要害被打中,倒在了座椅上 十分鐘後,電影再次播放,觀眾陸續進場 殊不知,這次有兩具屍體,便跟著他們一起,看完了這場電影 請回覆他在大禮中,請,看完三個月 電影 推動 認時,請,請回覆他